最近消息的十一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 台湾电影是大放异彩 总共赢得了五项大奖 其中张作季导演的《当爱来》的时候 获得了最佳电影等三项大奖 和《让子弹飞》都是这一次的大赢家 而《邦嘎蒙甲》也获得了两个想象 继续是我们来自澳门的报道 华语电影传媒大奖首都从大陆疑似澳门举行 采用当地水舞间的舞台 主持人曾志伟踏浪而来 颁奖结果台湾电影《当爱来》的时候 赢得最佳电影 张作季也获得最佳编剧 以及李毅杰的最佳新人奖 导演没有骂我 只是比较困难的是 导演煮太多东西吃不下 所以他现在在减肥 但我们也希望说 希望台湾有像 卖座像子弹飞这么好的 有那个谁啊 有那个曼格 OK 而曼格更是红了两年 首次个人指导的刘成哲获得最佳新导演长 马如龙也获得最佳蓝配角 我特别提醒他们说 这不是我的第一部电影 他们说是两部电影之内都有资格角逐 这项颁奖里共有15个奖项 专业评审的9项中台湾电影赢了5个 其他观众及传媒投票的奖项 可能因为这两部电影都还没有在大陆上映 所以比较吃亏 其他奖项包括有影帝 让子弹飞的格优 影后是月满宣离师的汤伟 而观众票选的最佳男女演员 分别是赵氏孤儿的黄晓明 以及自民与春娇的杨千华 相视中视记者李锦华在澳门的报导